参考资料上册113页 大家找四鸿诗愿 物神要跟大家汇报的内容 跟参考资料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对照着来看 因为佛讲的四鸿诗愿有很多词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梵语生罗 翻成中文叫做诗愿 诸佛由总愿别愿 四鸿诗愿为总愿 一切菩萨出发心识 必发此愿 以所愿广谱 故约红 自至其心 故约诗 至求满足 故约愿 原是真定 而发此誓愿也 四公誓愿 大家都很熟悉了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在经论里面 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诗 自至其心 就成为诗 换句话说 我们要把自己的起心动念 管好 而愿是至求满足 愿四真地 而发四愿 在子观大义里面讲 一 众生无边誓愿度 是愿苦地 而度 无边众生之愿也 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一大愿呢 因为佛菩萨看到众生了 就像我们好了 我们在六道里面 我们太苦了 佛菩萨是都听到都看到 其实他也感受过 他也是从凡夫修成的嘛 他不忍心看到我们受苦 于是呢 回来帮助我们离苦得了 第二个 烦恼无数是愿端 是愿极地 而断无尽烦恼之愿也 我们受种种的苦 它的因 就是极 极就是因 也就是烦恼 哪一天 我们把所有烦恼 全都清除干净了 这个苦 它自然就化解掉了 这个是佛菩萨赐给我们恩德 第三 法门无尽是愿学 是愿道地 而学无尽法门之愿也 道地 那个道就是道路方法 成佛之道 就是离苦得乐之道 所以我们呢 要离旧尽苦 得旧尽乐 我们今生发愿要求成西方净土 这是真正的做到 离旧尽苦 得旧尽乐 还在六道里面 生生世世不愿意出离 这是真正没有智慧 所以呢 觉醒的人 他晓得 我这一生 总的人生目标方向 就是要处理苦海 现在这个时代呀 天天劝我们要念佛 要成佛的人多不多啊 很少 大多数是什么人 来找您呢 搞吃和玩乐的 这个倒是啊 不请自来 打电话给您 您不接 发信息给您 您不回 他还是不死心 他登门拜访 一直把门给敲开 然后就问你 怎么这段时间都不来 都不理我啊 你怎么回事 你生病还是怎么 有什么事 我们说没事 我在家里念佛呢 然后他就说 走出去 溜达溜达一下 哪里什么餐馆好吃的 刚刚开张的 我请客 你还不跟他去呢 那个扰乱灵 读经 听经 念佛 拜佛的人 都是谁 他就想听真话吗 讲真话 容易得罪人啊 其实做法师 这一行很不容易 为什么 不能不讲真话 是不是 可是讲的真话呢 那个有私信人 有烦恼人 他一听就 一肚子气 那个破坏我们修行 功夫的人 都是冤亲寨主啊 而且这个冤亲寨主 一天到晚跟你在一块 昼夜不离 而且他还特别的 关心您 特别的照顾您 有时候嘛 也要随顺大家一下 是不是 大家要和睦相处吗 那我们还要委屈一下自己 所以佛法 的的确确呢 它是蛮圆融的 佛法是跟释远法 没有任何抵触的 在往生要集 丧卷末后 也有提到 一 众生无边 誓愿多 二 烦恼无数 誓愿端 三 法门无境 誓愿知 四 无上菩提 誓愿正 另外在 新地观经 第七卷 也讲 一切菩萨 富有 誓愿成就 有情 住持三宝 大海劫 终不退转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 菩萨的愿心 了不起啊 大海劫 这么长时间 他都不会退心 云合为思 一者 誓度一切众生 二者 誓断一切烦恼 三者 誓学一切法门 四者 誓政一切佛果 这个四宏誓愿 是我们大乘佛法 各宗各派 都要 必须修的科目 其实这个四宏誓愿 我们也要知道 他的修学的次第 我们现在只要做到前面两个就好了 众生无边 誓愿度 就是要拓宽我们的心量 第二个呢 烦恼无尽 誓愿断 怎么做到第二条呢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万遍 其以至见 请听清楚 是读书万遍 为什么不用千遍呢 我们现在烦恼重嘛 所以一千遍不够啊 要万遍 有人说 读了一万遍 还是有烦恼怎么办呢 很简单 那就十万遍 十万遍 还有烦恼怎么办呢 很简单 百万遍 功夫不成就之前 绝不停下来 要有这样的恒心跟毅力 好 这次讲到四宏誓愿 我们就学习到这 好